第二站我們來到中國 隨著越來越多人追求健康生活 加上對動物保護意識的增強 素食文化都逐漸打入中國市場 Green Monday創始人兼素食主義者楊大偉 一個月前在上海開始一間素食店 他認為作為全球最大豬肉消費國 中國在推廣植物肉方面 仍然需要較長時間 上年有公司信應潮流推出素食漢堡 廣受歡迎 製作商聯合利和中國的市場總監表示 他們正在解決植物肉和真肉的味道差異 相信在技術和供應鏈上出得突破之後 植物肉的價格優勢會更加明顯 但有專家指出 植物肉不可以提供人類需要的所有營養元素 因此並不是長期替代真肉的理想選擇 中文字幕《C 쏘宏施栽 тради》 中文字幕《C 쏘宏施Lo》 特製正教委員工藝兰